扎文斌在省城一直待到清明前后 抄子家暂时就成了这几个人的落脚点 院子里都知道 何老家里住着一个道家高人 来找他看相和算命的络绎不绝 也让这个向来冷清的研究所大院 热闹了好一阵子 后来很多省城里的权贵 都知道了这儿有个掌门 各种小车几乎把这个院子变成了停车场 有赵元霄带来的 也有人托冷所长带来的 发展到后来 那些经常出现在报纸和地方电视台上的人也来了 但扎文斌坚持着自己的原则 那就是不收红包 真正让扎文斌声明确起的是 他有一天对一位到访的老者只说了一句话 下周的礼拜三不要出门 据说那位老者是有着通天本事的高官 干完这一年即将退休 结果那一天呢 这位老者的司机来接他去开会 被他以身体欠家为由婉拒了 那位司机在回去的路上被一辆装满扎土的车子撞击 事件的巧合是 那位司机毫发无伤 但是整个车子的后半截被压成了铁饼 任凭你多大的官 要想请他去府上坐一坐 或者说是赏脸吃顿饭 那是门都没有 久而久之在当地官场流行了这么一句话 谁要是能把扎道士请来吃顿饭 那他的面子可就真大了去了 所以赵元霄一时间风头无二 常常成为了高官宴席上的座上客 因为他那可是自吹为扎文兵不记名的徒弟 到后来呢 就连请赵元霄吃饭都成了倍儿有面子的事情 过了不多久 他就被提拔起来 有的人说呀 他那是全凭那张嘴 更多的人说 那是因为扎文兵 扎文兵这个人呢 虽然面对谁都是不卑不亢 但这种生活实在不是他想要的 太多的人把他视为高高在上的神明 有恭敬的 有崇拜的 更多的则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来寻未来的 人都是这样 谁都想预料自己的下半生 但是扎文兵说道 也从来是说半句 什么叫说半句呢 那便是算命看相的时候只说一半 原来啊 算命说半句 是他们这个行当里的潜规则 主要是有两个原因 这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但凡天机这种东西啊 是不能泄露太多的 人各有命 命里之中定当有各自的旦夕或福 若都被人一一点破 在密法子破解 那便是乱了规矩 道士们能做点法 通点灵 免不了要和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打交道 说多了 等于砸了他们的饭碗 那能有个好下场吗 扎文兵时至今日 他自己的女儿就是最好的例子 再一个 真正的道者 是不会凭借出卖这些东西换取钱财的 你若拿了小鬼的太多利益换自己的 那恐怕只有一个下场 就是有命赚钱 没命花钱 这第二个原因呢 其实还是为了避免出现错误 这玄学是一门很深奥的东西 古往今来又有谁敢说自己已经参破了天道 能到古今预知未来 这里边的学问太多了 也太复杂了 普通的学道者 或许只要能够揭开其中的一个小脚 那便是道有所成了 免不了也有算错 或是出岔子的时候 所以往往有些话 说的就比较莫棱两可 比如那句 下周三不要出门 就是这个道理 他可能知道 哪天是对你不利的 但是具体是什么事 或许他知道 或许他不知道 但是就这么一说 你便听话不出去了 这一天 要是什么事都没发生 你在家里平平安安的过了 心里就会想 嗯 这人算得挺准的 今天在家里待着 果然什么事都没有 其实啊 在这之前 算命的已经给了你一个暗示 就是那一天对你原本是不利的 他告诉了你一个破解之法 只要按照这个法子 那便可以躲过去 到了第二天一看 哟 这昨天啊 果真就让自己躲过去了 免不了心里就认为 那人算得准 是他让自己过了劫难 要是昨天恰好 还真就出了一个 你本该发生的事 却因为他的一些话 让你给躲过去了 那他也不算泄露天机 因为他仅仅是跟你说了 要去干嘛 而没有跟你说 你本来会怎么样 所以这说半句 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 加上汉语的博大精深 任凭怎么解释 到最后都能圆场 但高人与糊弄人的区别就在于 一个说半句呢 是为了他自己不受天谴 但却道出了真命理 另外一个说半句 则纯粹是为了圆谎 糊弄人 至于怎么区别 真正的道士 往往都是很清平的 他们也不会接受别人的钱财 若真要给 他们也会取少量的一点 但也不是给自己用 而是拿去买些香烛贡品 和纸钱 孝敬那些被他得罪的 另外一个世界的朋友 这种日子过了有一个多月 扎文斌觉得 自己已经无法再继续待了 省城这个大城市里 没有他想要的那种宁静和随和 越来越多的人 把他当作神仙一般静样 这让他觉得十分反感 恰直清明即将到来 他准备回去扫扫墓 心想 唉 这往后的日子呀 还是继续回红村 错过农民算了 当天夜里 一大群人在何家聚着喝酒吃饭 自从扎文斌回来后 赵元宵一有空 便提着酒肉过来找他 这一晚 扎文斌跟大家伙说了自己的想法 决定把孩子托付给何老带着 因为他需要更好的治疗和调养 自己呢 则打算回去了 这何老心知 扎文斌是个自由随性的人 在这高楼林立的城市里 确实也待不惯 便也不做强求 再说了 他那儿子呀 也成了大院里的一个小鬼镜头 老爷子们呀 都把他当作自己的亲孙子看 卓雄呢 也先带着横肉脸回一趟四川 出来这么久了 还没回去看过 两人打算回去扫扫墓 一呢 是祭奠卓玉贵 再怎么 他也对自己有着养育之恩 还有一个便是去祭奠祁风山 那儿啊 埋葬了自己太多的过去 这抄子虽然还在考古队的编制里待着 但是老王这么一去 他也没多大心思再干这个行当了 打算换点别的活计做做 他脑袋瓜子聪明 何老知道拗不过这个儿子 也就随着他去了 当晚只有冷依然好像不怎么舍得扎文斌离开 显得有些不开心 第二日扎文斌婉拒了赵元宵的好意 自个儿却买了车票 等他坐上车的时候 才发现隔壁的抄子正在对着自己大笑 这小子呀 打算跟他一块儿回去玩几天 也顺便呢 看看农村里有没有什么买买可以做 扎文斌一问才知道 这小子打算干点倒腾古玩的活计 也算对得起他这两年的专业学问 经过半天的汽车颠簸 又换成了小巴和三轮车 等他们两人到家都过了晌午 在家里许久没人住 免不了得打扫一番 下午又去镇上添了些粮食酒水和生活用品 到了傍晚弄一锅子滚着 小酒喝喝倒也毫不自在 明天啊就是清明了 扎文斌取出白天在镇上买的白纸 用剪刀修了几串镖 其实呢就是白色的小招魂帆 剪的模样就是一串串的铜钱 头上用小红纸一包做个嘟嘟头 挂在小木棍上挑着 第二天清晨 扎文斌便和抄子一块上了山 把师父和父母的坟上都插了标 上了点供品 点了箱纸 又取了柴刀把坟包旁边的杂草给除了 重新挖了一次排水沟 然后便下了山 他们还得去王庄呢 因为抄子的老妈在那埋着 建来了村里的摩托车 他们就赶往了王庄 这是抄子老妈过世后的第一个清明节 何老年纪大了 抄子怕他伤心 便和他老爹说好自己一个人去 可还没走到山顶呢 抄子就见着一个身着卡其色衣服的人半蹲在那儿 烧的纸钱正随着山风飘得到处都是 抄子的眼睛一下就湿润了 爹 不是说好了不来吗 抄子快步走了过去说道 何老的年纪大了 背也脱了 满头的白发 见抄子和文兵来了 他理了一下身上的衣服 站起来了 虽然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 但是那红彤彤的眼圈 早已经把他出卖了 昨儿个夜里 梦到你妈说 太冷了 睡不着 一个人睡有些孤单 我一早便过来了 何老对着爱妻的坟墓 跟抄子说道 他和王夫人感情一直都很好 在这些年的风风雨雨中 从来就没有红过脸 也难怪会梦到他 扎文兵拍了拍抄子的肩膀说道 先去记点你妈 何老 你过来一下 我有点事要问你 在离抄子有十多米的地方 扎文兵说道 昨夜里梦见老夫人 他还跟你说什么了 何老笑笑道 文兵啊 你已经看出来了吧 什么都别说了 以后我家那小子 你多看着点 这孩子心眼是好 就是脾气臭 容易犯魂 我家那老婆子说冷 还不得快点下去陪陪他 给他做个伴吗 我老了 看得开了 早晚的事 到时候啊 还麻烦你帮我俩都葬在这 这风水好 又是你亲自选的位 我信得过你 扎文兵有些尴尬 连连说道 不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 何老摇摇手 我知道的 你是行家 怎么会看不出 把我叫过来 也是为这事吧 不是老婆子要找我 而是我自己 大献已到啊 说完 他颤颤巍巍地从兜里 掏出一张纸 给扎文兵 扎文兵接过来一看 那是一张 省人民医院的化验单 上面清晰地写着 肝癌晚期 医生说还有一个月时间 我打算搬到他娘家住 到时候啊 麻烦你给张罗张罗 何老又看了一眼 正在烧纸的何一超说道 你先别告诉那小子 我怕他一时接受不了 面对死亡的来临 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心态 有恐惧 有不舍 有求生 有密死 但像何老这样 已经看淡了生死的 那是真不多 要知道两天前的晚上 他还在跟着一群厚生 开怀唱饮 想必啊 他是早已经知道自己的身体了的 扎文兵背过身子 眼中有了一丝涟漪 他慢慢朝朝子走去 嘴里喃喃说道 还有一个月零七天 祭拜完王夫人 何老执意要去王庄住 还不让抄子同行 他们两人只好先回了红村 到了第五日 卓雄带着横肉脸 也风尘仆仆地从四川回来了 这四兄弟算是又聚到了一块 虽说这老王跟他们算不上什么铁哥们 但好歹也是一同出生入死的 要说这感情啊 自然也是有的 特别是横肉脸 一回来就跟扎文兵打听 有没有他的消息 期间呢 他们也通过村里的电话 让赵元霄找人打听 只说在他们走后不久 老王便被人给接走了 至于去了哪儿 人怎么样 就没了下文 抄子开始带着另外两个哥们 走街串巷的收古董 那会儿外婆的村子 是他们经常要去扫荡的地方 所以我偶尔也能见着这几个 从外地来的小伙子 特别是抄子 看见我的时候啊 常常会给我买些吃的 还有像钓鱼沟啊 风筝啊 这类男孩子比较喜欢玩的东西 何老是在那天祭拜完后的 一个月零七天死的 正如扎文兵预测的那个日子 那天扎文兵很早便起来了 外面天还没亮 他便收拾好了东西 把他们挨个叫醒 那会儿 抄子他们在红村已经混得很熟了 村长家的三轮胯子 成了这几个当兵的最喜欢的东西 一开始啊 老是借 后来村长干脆做了个顺水人情 半卖半送的给了他们 那会儿刚买了胯子 扎文兵便时常提出 让抄子载着他去王庄 说是找他父亲聊天 那会儿啊 何老虽然已经时日不多 但精气神却十足 每天乐呵呵地和扎文兵品茶论道 丝毫看不出重病的迹象 抄子那会儿啊 打着收废品的名义 也在王庄逃到了不少的宝贝 其中有一件玉器 让何老鉴定后 可以追溯到战国 抄子认为 自己的事业可以真正开始了 有了他的专业 加上何老的经验 他一定会在这个行业里 大获成功 何老也很欣慰 这个顽劣惯了的儿子 开始走上了正途 那会儿 何老跟他说的最多的就是 如何做人 而不是鉴赏古董 他再三强调 收到好的藏品 一定要献给国家 只有在博物馆里的文物 才会发挥他的最大价值 说来也怪 向来最怕老爷子烦得何以超 竟然也能耐得住性子 去听下去 后来啊 那件玉器 也就真被他送到了省博物馆 倒不是因为他有多珍贵 而是那是最后一件 让何老鉴定的文物 超子也算是 碎了老爷子的心愿 扎文斌 对睡眼朦胧的超子说 去西巴脸 然后去你外婆家 看你父亲 超子哪知道扎文斌 这是弄的哪出啊 揉着眼睛说道 去看我爹 要这么早 扎文斌抬头看了一下天象 说道 天亮前 都还来得及 他这话一说完 超子心里就咯噔一下 一时间睡意也没了 他知道扎文斌 从来都不会做 没头绪的事情 以为是不是那头在闹凶 需要他去解决 这好歹是自己老家 他胡乱写了几八脸 便要去发动夸赞 不想扎文斌 把钥匙扭下来 丢给卓雄说道 今儿你来开 超子跟我坐后边 超子越发有些莫名其妙了 一直以来 这个摩托车 可都是自己在骑啊 不是因为他技术好 而是那个年代 汽车还没有普及 小青年能骑个摩托车呢 是一件非常拉风的事情 卓雄这人啊 生性善良 于事无争 这种出风头的事情 自然也就不跟他抢了 卓雄也有些不明白 但扎文斌说的话 他们哥几个很少会不听 这摩托车呢 只能坐三个人 横肉脸那个体积啊 又放在那儿 扎文斌让他天亮了 再坐村里的车去 那会儿啊 还没有城乡小巴 但有点头脑的人呢 都已经率先买起了那种 农用大三轮卡车 跑起了载人运输 路线从洪村到县城 其中就会途经王庄 趁着夜色 那盏红兮兮的大灯 照过了一颗颗擦肩而过的大树 扎文斌坐在那小翻斗里 跟抄子说道 我跟你说个事啊 你最好有心理准备 抄子这心理啊 还真一早就有准备了 立马回道 是王庄那儿闹鬼了吧 咱是去收拾脏东西的吗 他心里同时还在想 不会是自己老爹中招了吧 你父亲 扎文斌说到这儿 看了一眼抄子 只见那小子的脸 瞬间就白了 你父亲 他生病了 今天带你过去 是让你看看的 生病 抄子心头一惊 老爷子怎么了 不是这几天一直好好的吗 扎文斌强忍着泪水 依旧平静地说道 甘爱 晚期 抄子只觉得自己的脑袋 瓜子里轰的一声 仿佛整个世界都要塌下来了 你早就知道了 扎文斌点点头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为什么不 他是在吼 朝着扎文斌在吼 这是一种绝望的 撕心裂肺的吼 吼得连前面骑车的灼熊 都感觉到了那种冲击 突然一下刹车 车子停了下来 扎文斌没有反驳 他不会说 那是你父亲交代我的 他理解现在抄子的心情 所以他只是说道 别停 继续开 夜幕里 一辆三轮摩托 载着三个男人 风驰电车般地 在公路上挤驰 留在他们身后的 是一滴滴 洒向地面的眼泪 何一抄 没有给他的母亲送终 那是他一辈子的遗憾 所以这一次 他无论如何 也不会让父亲 就这样离开 但是扎文斌的那句 天亮即是大限 让他第一次有了想飞的冲动 一个劲地催着灼熊加速 到了王庄村口 村子里黑漆漆的一片 突突的摩托声 让村子里的狗 一下子就沸腾了起来 纷纷涌向村口 但是远远见着是这辆车 这群土狗 没有一条 不是夹着尾巴逃跑的 因为那车上啊 带着一个混世魔王 多少条土狗 都是被他这个三轮车 擦着大腿呼啸而过的 这车对于他们来说 不亚于索命阎王 到了王兴家门口 超子率先跳下来敲门 一会儿后 里面传来了含着睡意的声音 谁啊 超子像是已经等不及了 抬起他那穿着军用皮鞋的大脚 狠狠地就踹到了门上 咯噔一声 门栓随即断成了两半 卓雄猛地加大油门 三轮车轰的一下 就射进了大门里 王兴正在床上呢 听到这动静 还以为是鬼子进村呢 硬是不敢出房门来 超子可不管这些 率先冲进了西乡房 那儿呢 以前曾是王夫人 未出阁前住的 如今何老住在里面 扎门兵和卓雄紧随其后 啪的一声 那阵还不算太亮的白纸灯 被打开了 超子抬头一看 差点没给吓死 何老正坐在桌子前 对着自己怒目而视 爹 超子喊道 他很少喊何老爹 一般都是喊老头 因为他是何老和王夫人的老来子 也是家中的独子 所以小时候 虽然何老对他很严厉 但王夫人呢 却很疼这个儿子 混账 何老骂道 一股父亲的威严和学者的涵养 在这一刻表露无遗 何老气得几番想站起身子 却又办不到 还是用力地拍响了桌子 怒道 做事 永远都是这副毛毛躁躁的样子 将来怎么样才可以成大事 这 我 超子一时语色 竟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在他有限的记忆里 从来没见过老爷子发这么大的火 因为老爷子呀 是搞学术研究的 在当时的考古界 可以说是泰山北斗 只是他把一辈子的精力 都献给了博物馆 自己半点藏品也没留下 何老不再看这个儿子 脸上的肌肉开始变得柔和 他又恢复了往日里 那副儒雅的模样 转向扎文斌说道 文斌哪 是不是到时候了 说这话的时候 扎文斌看见何老的眉头 明显皱了一下 他知道那是疼痛造成的 扎文斌没有说话 只是点点头 何老依旧笑着说道 那就要麻烦你了 还有 这小子也交给你看着了 哎 你要不出去先准备准备 我还有几句话 跟这小子说 扎文斌带着卓雄退出房门 轻轻地关上了门 外面的王兴正披着大衣 拿着木棒出来了 一看是扎文斌 这才问道 是扎先生 出啥事了呀 扎文斌再看了一眼天象 说道 命星落了 这话说完 王兴不明就里地抬头看了一眼 一颗闪亮的流星刷的滑过天际 朝着西边消失在茫茫夜空 一枚带着火光的爆竹 在天色开始有些萌萌亮的时候 飞向了清晨安宁的王庄半空 三百年来留下的规矩 多一下少一下 那都不成 路上遇到的人们互相打探着 这是谁家在发丧事的信号 又是谁家的谁是谁最有可能归天了 老人们面色凝重 心想 这回又是哪个童年的玩伴先走了 指不定村子里的下一个就轮到自己了 妇女们不用招呼 得赶紧准备着去帮产 农村出丧事 那可要海了去的帮手 年纪轻正当壮年的 那是自家的代表 自然是准备要出力的 台中的台中 建坟的建坟 有的呢 还要去当角力 在那个年代 报丧也是一件非常隆重的事情 孩子们呢 则被年长的奶奶辈捂在家里 不让出门 怕触了眉头 其实啊 小孩子们在这种场合 多半是感觉不到悲伤的 相反 他们会因为这是难得一次的全村大聚会 而觉得非常热闹 没一会儿 全村的家庭代表 基本都齐聚王家了 大家七嘴八舌的讨论 这王家又死了谁 眼尖的人一早就看见扎文斌这个道士 已经换上了那身紫荆道袍 站在王家的大院里了 复告是扎文斌亲自写的 用大红纸写上了何老归天的时辰 也算出了冲哪些属相 冲哪些八字 这是告诉大家伙 有的人您得回避了 弄不好就得被冲上 当得知过世的人是何老 村子里的人便开始唏嘘起来 虽然何老不是王庄的人 却胜似这儿的乡亲 何老为人耿直又善良 还是这里能沾亲带故出去的人里面最有学问的 人家可是专家呀 王庄那些个老乡亲 有需要去趟省城办事的 也基本都是去找他 只要是乡亲们去 何老多半会留人家吃顿酒 然后安排在自己家里过上一夜 哎呀 何老是个好人哪 村子里的人都这么说 按照惯例 扎文斌自己先当了一回入恋师 因为何老就抄的一个毒子 所以给老人洗澡的事 就落在了外甥王兴身上 到村里的媳妇们给何老穿受衣时 才发现这老头的胸口 已经瘦得只剩下根根肋骨了 心疼的泪水跟珠子似的 啪哒啪哒地往下落 何老是闭着眼睛走的 而抄子从他走后便一直跪着 何老的尸体在哪 他就跪到哪 一步也不肯起 连走都是跪着走 王家的木头大门被拆下来 放在堂屋内 拿了两条通常的大板凳 放在下面架着 木板上铺着一层红色绸缎的被子 穿上瘦衣瘦鞋的何老 就这么睡在上面 身上还盖着一床薄被子 何老很安详 安详得像是睡着了一般 后来人们在整理他房间的时候 发现那张桌子下面的谈鱼里已经成了红色 这老人走得很体面 也走得很从容 扎文斌心想 一定要为他办好这次葬礼 让自己这位忘年之交走好最后一程 灵堂就设在堂屋里 这里已经送走过很多人了 可能连王老太爷都没想到 自己的女儿女婿最终也还是从这里走了 一口黑须须的大棺材 已经被人们用粗粗的麻绳捆着 支压支压地抬了进来 也用两条大板凳垫着 并排放在何老的身边 悬着惨白惨白的丧杖 这口棺材原本是给王老太爷的夫人准备的 她现在已经是这王庄里年纪最大的人了 先是丧了夫又丧了女 这会儿连女婿也走到自己前头了 这棺材也就先给女婿用上了 这王家老太太身子骨虽然硬朗 但也经不起这接二连三的打击 躺在床上干流泪 几个孙子辈的媳妇正在照顾她 王家的孝子们此时都已经带着白孝 穿着孝服 腰间系着麻绳 站在灵堂的两侧接待来吊咽的客人 何一超和王兴他们这些晚辈 以及他们的媳妇 何老的孙子辈的亲人们 则穿着校服 跪在灵堂前 嚎啕大哭 这在农村里有一说法 哭丧的人越多 人走得就越顺 何一超红着眼圈 一张纸钱接着一张纸钱的烧着 一下子没憋住 吼得一嗓子哭喊道 爹啊 你两眼一闭 你就这么走了 你去找我妈了 你怎么忍心把我一个人 孤零零地留在这世上 我这都还没成家呢 你都还没抱上孙子呢 嘴里念叨的 都是让何老下去之后 要多照顾他妈妈之类的话 其他人听见他这么一哭喊 不禁也觉得伤心 都跟着哭了起来 说着 超纸就跟疯了一般 扑向他爹的尸体 却被卓熊和横肉脸 死死地按在地上 超纸就那么哭得 鼻孔里都在冒着泡 脸上糊得也不知道是泪水 还是鼻涕 那真叫一个伤心 扎文斌白天呢 是不用做什么法事的 但是也有其他的事 要交给他 哥在平日里 道什么不屑做的 但在这一次 他却轻力轻为 第一件事 便是写晚帘 这农村里有人死后 是得写一副晚帘 大校同春联差不多 但是得选用白色宣纸做底 黑色浓墨书写 写完了 贴在大门的两侧 在往后的三年里 这户人家过春节 都不得贴红对联 你表示守校三年 不得参加任何事情的庆祝 何老这副贴在大门口的晚帘 便是扎文斌亲笔书写的 上连 贺架已随云影咬 下连 轩声游带月光寒 横批 宝雾星辰 这些个大字 个个都是方方正正 笔锋铿锵有力 全是扎文斌 一气呵成的 王庄里头 有些个爱好书法的老人 看完这副晚帘 无不私下里评论 这扎道时的几个字 写得当真是好看 有气势 第二件事呢 就是为送信的人 写好报丧信 农村里那会儿通信还不方便 电话都还没普及 更别说手机了 在更早的时候 人们报丧啊 就会挑选村子里 角力的人 让他穿上这报丧信 过去的时候呢 是给报丧的人 发一双新的布鞋 得是千层底的 后来人们图省事了 就改配发一双解放鞋了 让他们穿着 去通知远方的亲人 来奔丧 这奔丧啊 可有讲究了 扎文斌 都把这注意事项 告诉了那些个送信的人 第一 能走路 尽量走路 这代表着 对死者的一种尊重 实在不行 得赶车的 路上也别和他人多话 这信封里的东西 更加不能拿出来 给陌生人看 第二 要是遇上路远的 需要过夜 那也不能到农户家里 去借宿 这是大不敬 会给人家带去霉运的 实在憋不住了 只能选择那些个 村里的老祠堂 凑合一夜 第三 到了收信人的家里 不得进门 得在人家门外 把主人喊出来 也是避免带晦气进去 更加不得和收信人 在路上结伴吃饭 这收信人的第一口饭 必须熬到这王庄 来吃白豆腐 路上可以吃些 从这带去的干粮冲击 第四 回到王庄后 需要先把人带到灵堂 磕头烧香完毕 自己方可返回家中 进门之前 需要脱掉鞋子 赤脚进门 然后抓上一把米 拌上茶叶 向自己的后背 洒出大门外 接着呢 就得马上去沐浴更衣 这也是为了不让爆丧的人 自己沾上晦气 因为啊 送的是丧信 路上有些个孤魂野鬼 看见了 便会跟着 想找机会投胎 很容易就带进了自己家 所以这送信啊 真的是一个辛苦活 肯去送信的人呢 多半也是和主人家 有着不错的交情 好在何老和王家 平时就德高望重 不愁送信的人选 第三件事情 便是写上几道天师符 粘在那大门上悬着 这种黑色符纸 是为了门神而贴的 目的是不让那些个野鬼 进来抢着投胎 也是为了接下来 做妻的时候 能够保主人家一份安宁 干完这些 扎文兵便一整天 守着那长棉灯 时不时的给他添点油 拨弄拨弄火焰 好让他烧得更旺 嘴里念叨着 让何老路上看得清楚些 别摔着 这时候的扎文兵 真不像道士 反而像是一个 失去老朋友 而感到落寞的人 村里的妇女们忙着洗菜 刷碗 男人们呢 分成几波 一波站在门口搭上帐篷 吃饭就在这帐篷下面吃 另外一波则负责杀猪 宰羊和打豆腐 这豆腐就是白喜事上最重要的东西 有的负责搬运桌椅 还有的呢 则负责招待来宾 总之啊 村子里的所有人 各司其职 都没闲着 在物质不发达的农村地区 人们就是靠着团结 靠着互相帮衬过来的 一家有事 万家来帮 本来何老这场丧事 也就按照规矩这么办下来了 谁也没想到 扎文兵千叮咛万嘱咐 这件事啊最终还是出了点意外 这被派去送信的 有一个叫胡肠子 因为他腿长人高 姓胡 所以得了这么个名 这胡肠子呢 是个热心肠 王家出了事 他是撒腿就冲进了院子里 到处讨活干的 负责招待宾客里的 有一个人叫纸客 这个纸客呢 相当于现在王家的临时总管 负责处理理理外外的大小事 安排和招待吊宴的宾客 一般都是村里头 有些头脸和威望的人干的 胡肠子那年也刚三十出头 因为家里条件不好 媳妇娶得晚 那年正月里才得了一儿子 这儿子出世后 胡肠子在村里连走路都挺起了背脊 用他们的话说 叫走道过去都带着一阵风 但是这人穷啊 自古就在村里没啥地位的 为了博人家一个好印象 便只能给别人家里多帮忙 好让别人记得他那点人情 农村地区就讲究这个 当时老王家里还有一个远房亲戚 在我老家的林县 农村里办喜事 你可以不去喊这些个远房亲戚 人家是不怪你的 但是若是办丧事不去喊 人家会认为你这是瞧不起他 那得结梁子的 所以啊 那时候只要谁家办个丧事 这村子里一准能见到好多圣面口 什么七大姑八大姨的 都会千里迢迢赶来奔丧 丧事那可是最能看得出 一户人家的门面有多广大 那时候啊 大户人家要是办个丧事 那是族谱上写着的 能沾点筋带点顾的都会被通知到 生怕漏了谁家没喊到 遭人日后口舌 偏偏这何老对于这个小山村 那可是几百年都没出一个的文化人 只要被邀请到了 那脸上也有光不是 那个县呢 从行政上是划进了安徽省的 当时这个县啊 和我老家之间呢 是有公路的 但是得绕老远的路 转上几趟车 十分不方便 得走一条平日里少有人走的小道 翻过一座大山穿过去 加上那个亲戚呢 又住在大山里 所以这户人家的信呢 就不太有人愿意去领 当听说 有这个难啃的任务 无人问津 胡长子在王家大院里 拍着凶途保证 自己一定完成任务 只客的那人 正愁没人啃送 听闻胡长子愿意去 高兴得立马从萝莉 多拿了几块白米糕给他包上 又让赵房拿了两包烟出来 揣进了他的兜里 拍着胡长子的肩膀 称赞他是村里最有威的青年才俊 这胡长子活这么大了 也从来没被人这么称赞过 感动的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啊 被领到扎文兵那儿 接过发丧信 换上全新的解放鞋 那神奇的模样啊 顿时引起了一群老娘们的哄笑 胡长子感叹自己 总算也在这个村子里 出人头地了一回 把扎文兵说的东西 都牢记在了心里 便背着帆布包 出门了 其实啊 送信的那地呢 他也没去过 只能知道个大概的方位 心想着 自己长着一张嘴 那到了路上 还不能沿路问过去吗 便踩着自家的那辆 结婚才置办的 永久牌二八大杠自行车 朝着王庄后头去了 这王庄后头呀 有一座大山 叫狮子山 海拔近千米 在浙江一带来说 算是高山了 这山的山顶呢 常年云雾缭绕 只要翻过这座山 过去便是安徽边境了 以前也有些安徽的农民 挑着茶叶和山货 来到浙江来贩卖 走的呢 就是这条道 我们这边呢 也有些农民 挑些笋干和草药之类的东西 去到他们那边贩卖 但这些啊 都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事了 应该说呢 这里是有一条古道的 连接着两个乡林县之间的商贸往来 后来因为各自的经济都发展起来了 当地有了市场 老百姓们也就不吃这个苦头 翻山倒腾那点钱了 这湖肠子是土生土长的王庄人 自然也是听老人们讲过这条道的事 这狮子山平日里王庄的村民们也经常上 但多半都是上到半山腰 上去干嘛呢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这座大山在某种程度上 也养育了一方村民 砍柴挖草药摘茶叶 这狮子山的半山腰 原来有一块上好的野茶 因为地势高 所以比普通的绿茶上市 要晚上半个月 因为这茶汁味香 形状又好看 所以有些个农夫会结伴上山 采上二两茶 据说呀 这狮子山的山顶上还有一种更好的茶 但是却从来没有人敢上去摘过 因为人们都说 这山顶上有勾人隐魂的野鬼在 是去不得的 这话呀 大概是从当地的猎户那传出来的 真要说起来啊 胡肠子的老爹便死在了这座山上 在国家实行枪械管制前 农村地区的人家多半有一种自己造的土枪 用黑火药激发 没有糖线 里面多半装着散弹 火药装多少 全凭你准备狩猎的动物大小 按照经验匹配 这玩意儿啊 叫土冲 虽然精度很差 但是近距离威力却相当惊人 若是用上膝条搓成子弹放进去啊 三十米的距离 可以直接放到一头两百斤的野猪 那会儿秋芒结束后 几户村民就相约着上山打野猪 用狗撵猪 一直把猪撵到山顶上困住 然后猎户们就从各个方向包抄上去开枪 参加这一次狩猎行动的有一对父子 胡肠子的爹和他的亲爷爷 这爷俩啊都好打猎这一口 分开搜山之后 这胡肠子的爷爷就隔着灌木丛 慢慢的往上摸 只看见不远处 有两只猪耳朵不停的呼闪着 这老爷子啊 朝着手掌心劈了一下口水 慢慢的举起那火冲瞄准 以他这么多年的经验看得出来 这是一头野猪正在觅食呢 砰的一声枪响 那对大耳朵就往地上一头栽了下去 胡老爷子的枪法那可是一等一的 这老爷子大声喊着自己儿子的名字和其他村民 通知他们 猪已经打到了 赶紧过来抬 自己呢 则兴奋的拿出砍柴刀 劈开荆棘 往里面冲 等他走过去一看 傻眼了 那躺在血泊中的正是自己的亲儿子 等到其他兴奋的猎户赶到现场时 胡老爷子已经晕倒在了自己儿子的身旁 据王庄的老人们讲 胡长子的老爹脑袋瓜子啊 直接被小拇指粗细的吸条蛋 哄开了小酒杯那么大的洞眼 因为啊 吸在火药激发后会带着非常高的温度 所以整个伤口当时还呈现出烧焦的样子 可谓惨不忍睹 那一年 小胡长子也不过才两三岁 还是走一步摔两步的娃娃 家里的顶梁柱没了 胡长子的老妈在一个月后 悄悄收拾行李 跑了出去 再也没回来过 而当年呢 这件事没有闹大 而胡老爷子在误杀了自己的亲儿子之后 也是悲伤自责万分 每天抱着小胡长子 念叨着他看见的真的是一头黑面獠牙的大野猪 没过一年 这胡老爷子啊 就日渐消瘦 一命呜呼了 直到临死前 他还说 自己看见的是头野猪 后来这件事啊 人们都说 那山上有野鬼要来勾命 不然胡老爷子那种老猎人 怎么会把自己的儿子当作野猪给打死了呢 久而久之 那座山的上半截 也就再也没人赶上去了 而胡长子从小呢 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家到一没落 变成了如今村里身份最低的几个人了 胡长子这辆二八大杠 可是用了他足足存了两年的钱买上他 为的就是娶媳妇那天啊 可以扎着大红花 把他给载回去 这会儿 他已经骑着车到了山脚 据说 这山的那头 他还得骑上几个小时 才能到那个村庄去送信 这小子啊 不仅个子高 力气也是很大 穷人家的孩子都这样 从小使苦力使惯了 现在 胡长子正把他那二八大杠 扛在自己的肩膀上 哼着小裙往上爬 他是知道自己老爹当年那回事的 可是他早就忘记了老爹长啥模样了 十五六岁起 就在这狮子山上砍柴了 不过也没上过那山顶 因为山脚的柴 已经足够这小小的王庄有了 这下半山的路啊 因为常年有人活动 是有一条小路的 胡长子不知道都走了多少回了 哼吃哼吃 不费力就上到了半山腰 他觉得心里啊 美滋滋的 这件事过后 村里人肯定都会觉得他热情 不然 怎么会比别人多发了一包烟 多领了几块米糕呢 越想这事情就越美 就索性停下了歇歇 掏出那白滑滑的米糕 就这旁边小沟里甘甜的溪水 胡长子觉得 这辈子都没这么被人重视过 吃完了还不算 他又摸出了那包 印着精美贴纸的阿什玛香烟 放在鼻子下面嗅了嗅 又舍不得拆 这可是高档货呀 纠结了半天 终于拆出一只点上 平了几口 吐出几个圈圈 猛吸了一口气 感叹道 哎哟 这才就生活呀 这吃饱喝足 外加过了烟影 胡长子背着二八大杠 便继续上路了 此时也不过早上八九点钟 山上湿气重 再往上走 便是几十年来 都无人踏足过一步的地方了 那句世间本无路 走的人多了 也便有了路 对于现在的胡长子来说 就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这山呀 方才过了一半 那脚下的路 就不见了踪迹 满眼过去 都是藤条之外 杂草丛生 胡长子呢 这是走一步 停一步 砍一步 肩膀上还扛着自行车 可就没之前那点轻松劲了 他一边嘀咕着 一边心疼 搅上那双崭新的解放鞋 全都让这条路给糟蹋了 这走了没多远 就跟刚下地干了农活一样 胡得满脚泥 有路 那也是几十年前开出来的小毛路 这会儿哪里还变得清楚啊 只能靠着大致的方位 在这些老树藤里钻进钻出 忽然就觉得前面的路 一下就开阔起来了 胡长子大喜 心想着 这小山包也不算难翻嘛 不是有条路摆在这里吗 他就顺着这条小山路 一直往上爬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那头上的汗 就跟下雨一样 开始往下淋 脚下的步子也走得是越来越沉 话说 这胡长子走着走着 就觉得肩膀上扛着的二八大杠 开始变得沉重起来 而且是越来越重 他这人啊 力气倒是不小 两百斤的粮食扛在肩膀上 能走上五里地都不带喘气的 今天扛个几十斤的自行车 却觉得不行了 便想找个地方歇会儿 这怪事啊 立马就来了 每当胡长子想歇的时候 肩膀上的自行车 就会变得更沉 压得他几乎不能动态 这手想要把车子放下来 却怎么都不肯听自己的使唤 若是他咬咬牙坚持 这种被压的感觉 又立马会变得轻松一些 胡长子几次试着 把自行车卸下来都没成功 而且似乎这条山路也越走 越让他胆战心惊起来 原本小路两边是老树林立 里面杂草丛生 全是一人多高的灌木丛 遮着 可是现在呢 他似乎看见了那些灌木丛中 隐约有一两个隆起的小山包 哎 这小山包是啥呀 他没敢往心里想去 只想着快点赶到山那头 把袋里的丧气给发了 可脚下的步子呢 已经有些迈不开了 就在那停下准备歇歇 哎呀 这实在是走不动了 忽然 他听见自己的背后 传来了一声 小孩的笑声 这荒山野岭的 哪儿来的孩子呀 胡肠子便抬头一看 这里的树实在是太高太密了 连同那天上的太阳 也一并给遮住了 虽说现在是晌午时分 但此时却像是太阳已经下山了一般 那孩子的笑声也越发明朗了 就像在自己的耳根子边啊 胡肠子心里有些害怕了 他有些后悔接了这份差事了 据说那门远房亲戚 就是因为路难走 所以王夫人和老爷过世 这丧性都没发成 若是这次和老的依旧没人肯送 那这点亲戚关系肯定就断了 他心里挺矛盾的 要是回到村里啊 说自己因为胆小 不敢送信 让人家断了亲戚 嘿 指不定会被人看成啥样呢 那算是在王庄彻底的没法混落 但若要继续赶路 自己的腿肚子都已经在发软了 那孩子咯咯咯的笑声 一刻也没停过 他是真不敢再走了 就在他愣在那里 走也不是回也不是的时候 胡肠子突然觉得自己的耳朵被人狠狠地拧了一把 他猛地回头一看 当即三魂下掉了两魂半 这肩膀上扛着的哪儿还是自行车呀 分明是一口这黑漆漆的大棺材 那棺材之上啊 有一个穿着兽衣的小男孩正笑嘻嘻地看着自己 可那脸色一看便知他不是正常人 因为那个小孩他是一张惨白的脸 就像是用面糊糊涂上去的一般 还有两个小红圆点点 胡肠子妈压一声尖叫 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力气 把肩膀上的自行车往地上狠狠地一扔 只听见咣当一声 那辆崭新的二八大杠 便被他给扔到了旁边的一棵大树上 撞得那铃铛直响 胡肠子知道自己八成是见鬼了 吓得屁滚尿流 连滚带翻 一个跟头就往山下滚了七八米 只听见后背轰的一声 撞到了硬雾上 疼得他当即就背过气去了 哎呀 好一会儿他才缓过来 等他再转头看 自己原来是被一块长满苔蟹的石头给挡住了 他暗自清醒 要是没有这块石头 可真就得摔死了 扶着那块大石头 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 想把自己的后背揉上几下的 抬头一看 这里满是那种一个个的小山包 每个小山包前都有一块石头竖着 活肠子颤抖着身子 低头一瞥 手上扶着的那块石头上还刻着字呢 他虽然不认识字 但是却清楚得很 这玩意儿啊 是墓碑 合着自己什么时候就窜进了乱葬岗了 他也不管什么自行车了 抱着脑袋没命地就往山下跑 也不知道跑了多久 终于看见了山脚下出现了村庄的模样 这时候他又听见了那孩童的笑声 哭肠子心下 大大 这回我肯定是被山里的野鬼给缠上了 他双腿一发软 立马就坐到了地上 想着自己的孩子胜在强宝 媳妇又还年轻 指不定在自己死后就带着娃娃马上改嫁 他那叫一个绝望啊 没一会儿 那些笑声就越来越近 只见一个穿着碎花红衣的小女娃 从那林子里头钻了出来 胡肠子一看 妈呀 又来一个 这下 他是真没力气再跑了 心想 这是死定了 脚跟子一软 便朝着那小女娃跪下来 嘴里说道 求求大仙放我一马 我这家里有刚出事的娃娃 回去之后一定多少点金银财宝给您 那小女娃莫名其妙地看着这位大叔 给自己磕头下跪 立马喊了一声 爷爷 快来看呀 猪股疯子 胡肠子抬头一看 一个背着背搂的老头 牵着那个小女娃正警惕地看着自己 那老头见他那封样便骂道 哪里来的神经病 到这里仨也吓我孙女 这胡肠子一听啊 是人的声音 再一看 确实是两个大活人 常年在农村生活的他 一看着装扮便知道是采药人 便抹了眼泪和鼻涕说道 我是一送信的 还以为遇到鬼了呢 呸 那老头骂道 光天化日 哪来的鬼 我看你就是来诅咒我们爷孙儿的 看我不打你 说完 那老头随手捡了个木棍 向胡肠子打来 胡肠子举手便挡 说道 别别别 我是从王庄来的 给人送信的 刚才真遇到鬼了 那老头狐疑地看着胡肠子 问道 你送的什么信 送信怎能送到这山上来了 丧信 我是从王庄过来的 胡肠子说完 就急着想把兜里的信 掏出来做证明 却被那老头呵斥到 哎 别拿出来 真晦气 呸呸呸 然后那老头啊 便急忙扭过头去 带着孙女往回走 胡肠子追了几步喊道 哎 老大爷 我跟你打听个事啊 这是哪啊 那老头头也不回地 丢下了三个字 方家村 方家村 胡肠子回头看了一眼 叹道 妈呀 我竟然翻过了整座狮子山 这方家村呢 已经是属于安徽了 隔着狮子山的那一头 就是王庄 翻过来的第一个地方 就是方家村 穿过方家村 再往前走上一段路 就是接信人所在的和睦冲了 没想到自己歪打正着 还真走了出来 就是那辆自行车给丢了 连同自行车一起丢的 还有那袋子白花花的米糕 他是为了方便 就顺手把袋子系在了车把上 胡肠子一想到这儿啊 心里就发毛 那口黑须须的大棺材 和那个小孩 唉 他不敢再多坐停留 跟在那老头的后面 保持着二十来米的距离 一直下了山 终于在太阳下山前 赶到了和睦冲 送了信